我国橡胶价格低迷 种植及原产业部承诺 将会密切监督目前橡胶价格下跌的趋势 并通过八项措施 维护橡胶小原主的生计 同时确保作为我国第二大商品的橡胶领域 永续发展 种植及原产业部长南都祖莱达指出 橡胶原产品价格下跌 将会直接影响全国小原主和整个天然胶产业链 国内橡胶价格不断滑落 种植及原产业部长南都祖莱达指出 政府研究发现橡胶价格低迷的因素 包括全球工厂活动放缓 导致全球经济前景低迷 原材料和能源成本上升 全球天然橡胶库存增加 和担忧原油价格前景等等 此外世界对美中贸易关系担忧 和俄乌冲突产生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也被视为是橡胶价格下跌的因素之一 祖莱达表示 区域市场和全球经济 对国内橡胶价格影响很大 目前货国生产的橡胶 占世界总产量的4% 有鉴于此 原产业部和旗下机构 如橡胶局还有橡胶委员会 都致力通过实施数项措施 维护橡胶小原主的利益 这些措施包括落实橡胶生产奖励 为胶农提供乳胶生产奖励 Miro线上招标 国家橡胶产业转型计划 橡胶质量简报和公告 橡胶交易管理局准证 RLIMNGA手机应用程式 和为小原主提供橡胶翻重原主等等 橡胶价格在7月到8月期间 下跌了11.7% 从今年首6个月的每公斤三令吉 下滑到2令吉50仙到2令吉80仙 中文台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